挨到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佳季告别室 今天在东京的增上寺举行 只有受邀的亲友能够入场 而副总统赖清德也是其中之一 中午赖清德驱车抵达 以家属亲友的身份直接进入会场当中 跟前国策顾问金美玲一同送安倍最后一程 结束之后赖清德随机返台 完间抵达桃源机场的时候 被问到是否有跟日方重要人士见面呢 他没有多做回应 见了哪些日方重要人士 赖清德只有点头示意 结束超过24小时的旋风复日 吊咽安倍晋三行程 12晚上8点半左右反抵台湾 夏季之前赖清德在脸书上放了一段 拍摄台湾上空的影片报平安 简短的写道 我回到台湾了 谢谢大家关心 原本计划搭乘的是华航货运班机 特别被改为货客两用班机 来载送副总统和随护一行人 之后赖清德将依照五国选一规定 进行三加四隔离 以及自主健康管理 这趟赴日吊咽行 全程低调保密到家 赖清德12号下午才离开东京 增上市 台湿驻东京特派记者独家拍到赖清德在交友协会 古旗理事长的陪同下来到成田机场 随从的还有驻日代表处副代表蔡明耀 登机前赖清德依旧不对外发言 主要尊重日本通融特例 让台湾副总统层级访日吊咽 原来赖清德这趟能成行 是日本最高层级特例准许 但是开出的条件是 私人行程不得在日本对外发言或是公开行程 驻日代表处都以最高机密处理 不过在不公开行程中 赖清德也利用时间 以副总统身份积极拜会日本政要 实际见到的官员层级相当高 驻日代表市长庭晚上也在连连出透露 日本七位跨党派国会议员 将在月底访问台湾 代表日本国会对台湾的支持 并不会因为暗被前首相的事实而消失 虽然赖清德这趟私人行程短暂 但对台日关系而言 紧凑中迈进了重要一步 接着综合报道